我現在是有頭髮的狀態啦 但是我之後就是治療 其實我現在有錄非常多的影片都是 因為我之後可能會有辦法錄影片了 Hi 大家好 我是崔銘 其實我不確定我現在影片剪出來的時候 你們已經知道我發生什麼事情了 最近就是面臨了人生的一個關卡 對 以前的陣子其實是非常的低潮 我不想要哭 我還是希望大家遇到不管是身體的還是心理的病 大家都可以 我覺得我們要堅強 因為能夠幫助我們的就只有我們自己 真的 其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果你今天你自己是生病的人 我覺得你也可以把這個東西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因為我覺得其實有時候當你生病的時候 我發現你身邊的人會不知道要怎麼跟你想 那首先第一句話是 你知道嗎?有很多人過得比你更慘 我們沒辦法聽到這樣子的話 你要把它改成是 有什麼事是我可以幫你的 不管今天他有沒有提出這樣的要求 其實 身為生病的人 我覺得我們的心裡都會覺得暖暖的 就算你今天 真的沒辦法幫上忙 但是我們會覺得 我們不是 孤單的 明天一定會更好 這些話真的是大家會很常會犯的錯誤 但是其實對生病的人來說 明天不一定會更好啊 你又不知道要怎麼講的時候 你可以跟他講說 我會陪在你身旁 不管明天如何 我會陪在你身旁 其實我們要的也只是這一句話而已 就是陪伴 人生本來就不公平啊 你以前過那麼爽 你現在就這樣子 崩潰 你要很有同理心的跟他們說 我覺得我很難過這件事發生在你的身上 不管怎麼樣我會陪你 我了解你的感受啊 我也會常常會不開心啊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當他沒有經歷過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就說我懂 我懂 你會心裡覺得說 你是真的懂 還是你只是不想要聽我說話 如果你是真的想要陪伴你的朋友 或是你的家人的話 你可以說 雖然我沒有辦法懂你的感覺 但是 每次當你跟我講的時候 我會非常的努力陪你 跟努力的嘗試想要了解 我覺得會比較讓我們敞開心胸 你不要把自己是關在家裡面好不好 其實這種 把自己關在家裡面 你不想要出去 不想要面對大眾 這都是 會有的情況 你可以講成 如果你有想去的地方 我都可以陪你 因為我覺得 就是 這時候就是不要給你的朋友壓力 會發現他只會想要離你越來越遠 所以說 給你的朋友空間 陪伴你的朋友 然後跟他說 其實你不用努力也沒關係 我現在是有頭髮的狀態啦 但是我之後就是治療 其實我現在有錄非常多的影片 都是 因為我之後可能 會有辦法錄影片 不知道自己會變成什麼樣子 但是我覺得 既然來了 我就會面對 我覺得我想要挑戰一件事情 就是 嗯 就是雖然我生這個病 但是我還是想要 很漂亮 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 相信真的不想要長生什麼病 也不是怎麼樣 就得愛症啦 就是乳癌啦 好 你知道就是 我非常害怕變成 嗯 也許很多人會說 拜託 你得那麼嚴重的病 就想要活下來就好啦 幹嘛還要去想一種美的 要擦什麼保養品 要化妝 我覺得我相信一定會遇到很多這樣的人 就會講什麼活該 什麼 什麼 你就是愛擦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之類的 才會生這個病 這不是 或是說當你已經很慘了 你在化療的時候 我會希望我自己是有氣色的 是漂亮的 我現在無法想像我會面臨什麼樣的困難 但是我就是想要堅持 我就是要做這件事情 為什麼想說 那哪兒還在化妝 我不想要醜 我不想要變得很蒼白 我不想要因為生病 就剝奪我想要的一切 我又不會 Leonard 就知道 我還沒做得到 我是好 那你應該不想要 我還沒做這個事情 我還沒做到 你會謝謝這件事情 我還沒做到